奥巴马即将卸任也意味着他们一家人即将搬离白宫 而白宫又会迎来哪一位先主人呢 暂时还不知道啊 说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一句话了 居者有其屋 可不是吗 现在我们国内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 可不是打工一族可以负担得起的 很多人只能望房心探 是 不过说到房价高 马来西亚的水平呢 还是比不上中国的一线城市 100万美元到底可以在世界上不同的城市买到多大的房子呢 而排行榜上可以买到范围最小 也就是说房价最高的 其实是摩纳哥香港排第二 而中国呢有两个城市进入了十大分别排第八和第十 而且是上海的地产比北京的还更贵 不奇怪 上海这个繁华国际大都市啊 向来都是房价不断飙涨的 而且在高房价的背后呢 是一箩筐的社会问题 我们去看看 上海其中一片黄金地 高楼矗立 地面上看到几户所谓的钉子户 拆卸一半的楼房 漏水的水喉 和周遭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 形成强烈对比 这里靠近上海的黄金走廊 苏州河北岸苏河湾区域 地铁交通方便 这个地区的商业中心 较价高达每平方米 一万两千美元 而这个叫光复里的社区 是所有发展商眼中的福地 寸土都是黄金 可以带来不计其数的利润 就看你有本事建多高的楼 不过建高楼之前 先要说服这些住户搬迁 但他们就是不搬 中国的官方数字显示 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每年飙涨25% 房价越是涨高 发展商和地方政府 要原来居民搬迁 就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不要走呀 我们在这里 我在这里住了六十几年了 你要走的话 你就说我三层 我三层我就过来 我三层房子 他说我三层 我这六层房子就买起来了 罗老先生估计 现在自己的老房子价值420万人民币 但是发展商却不愿意做出相等价值的赔偿 反而要求他付118万元 购买发展商提供给他的两个公寓单位 有些当事人说 这个价格很不合理 补偿很低 但是我们要去仔细问一下 这价格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比如说这三四年前补偿的时候 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其他人都接受了 但是你觉得不合理 那你一直在拖拖拖 拖到后面 那你因为你看准了 你认为这个房价会涨 然后因为你这样子 你的策略行行为 最后你得到更多的补偿 其实对前面一开始签的人 就不太公平了 根据国际地产咨询公司的 最新财富报告显示 截至2015年12月份 100万美元可以在北京的黄金地段 买到58平方米的住宅 而在上海的黄金地段 只能够买到46平方米的住宅 上海和北京分别位列全球排行榜的 第八和第十位